比特幣還會繼續上漲嗎? 如果你對這個問題感興趣的話 請隨我看下去 BuyBan是我換過非常好用的交易所 無論從掛單深度、順滑體驗、交易界面都不可挑剔 現在KYC入境100美金 就立即贈送1000美金價值的比特幣合約倉位 這真的非常非常優惠 你可以選擇多或空 完成任務之後呢 你只要選擇就會立刻幫你開好 完全不用等待 那麼這是真實的合約倉位 你盈利的話是會出現在你的帳號裡面的 好 那我們回到比特幣的牌面上吧 我們先從周線開始看起 為什麼要從周線呢? 因為我們在最近 我們日線上的趨勢已經被改變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 其實從周線上呢 我們來看喔 我們目前是遇到了3萬這個阻力 好 3萬這個阻力 那其實3萬這個地方呢 它是非常強勁的互換 它就是一條儲和焊接 包括我們前面這個地方 OK 這邊有支撐 然後在這個地方呢 它踩了一下之後 然後又往下 那我們前面在這個位置 它又遇到阻力 那我們在調整過後呢 現在又回來了 其實我們來看一下喔 我們再來重新審視一下 我們當時在這裡所產生的調整好了 我們當時一直認為呢 這段調整啊 它是一個日線 針對我們前面這段上漲的調整 也就是呢 上漲過後 然後我們這段的回調 但是如果這麼看的話呢 其實怎麼樣都不合理 因為我們從震盪時間長度啊 量能累積的情況啊 你可以看我們這段回調 它真的走得太長了 它從最高點到最低點呢 大概走了62天 那麼我們前面這段上漲 它不過是35天而已 這個 呃 蠻不合理的 或者說我們可以看量能的堆積等等 所以我們後面的這段下跌啊 它應該要怎麼看啊 好 我們其實應該是這樣子喔 就是我們後面的這段下跌 它 當前 它又往上突破了 其實我們後面這段下跌呢 其實已經可以把它視為是 針對我們整段的回調 就是我們自從 15500以來這段上漲的回調 那回調走完之後呢 我們現在再繼續走 我們下一波的上漲 那這當然是對於多頭最好的一種狀況 那這段回調並不是像我們所想的那樣 是針對我們這段 前面這段上漲的回調而已 它是針對整段的 那你可能會說 那這個算不算呢 這個 它的回調的幅度呢 跟我們後面這個回調啊 它不是同一個等級的 它並不是一個級別的 我們前面這段回調 它是一個日線的 那我們後面這段 它是一個周線的 所以級別是不相同的 那麼我們現在是上漲完 第一段漲完 然後回調完之後呢 我們再走第二段 不過我們再走第二段呢 最重要的位置呢 其實就是我們在3萬的地方 在3萬的這個地方呢 它是非常非常關鍵的 我認為是我們整個圖表上看來 就是從周線上看 最為關鍵的一個地方 因為你可以看喔 我們在過去啊 包括我們第一次突破的時候 哇 它是放出巨大的量能的 然後我們519的時候插了一根針 這我們先不看了 我們再看到後面這個地方 後面這個地方呢 我們即使爆了巨量 它還沒有增破 它還是稍微震盪了一下之後 我們到這一根K線出現的時候 它才增破 所以我們可以統合一下 我們每一次上破下破3萬的時候呢 它都是有巨量配合的 那麼我們當前其實一直處於 量能在衰減的情況之下 確實沒錯 我們在日線上量能是已經夠了 對於多頭來說 對於多頭來說 這個量能其實已經足夠了 但是在周線上呢 如果我們要突破3萬啊 我相信我們是一定會看到一根 必須看到一根 非常巨量的K線才行 我會認為至少至少不能少於 像我們前面這種的量能 這種等級的量能 我們才有機會重新回到3萬之上 那以目前來看呢 周線上量能要突破3萬 還是有一點不充足的 OK 好 那我們可以等待它量能慢慢起來 再來呢 我們再切一個級別 我們再切到日線上 我們切到日線上過後呢 我們再來看 其實我們從周線上看 它還在遞減對不對 但其實從日線上呢 這波多頭的上漲 它的量能已經很足夠了 我們來看 像前面的這個上漲 OK 它的量能還在足跡的遞減 不過 勞到震盪這個位置呢 它出了一根比較大的量能 那麼我們現在啊 這個上漲的多頭量能 而且它是很連續的 然後K線呢 它實體部分也夠長 它其實跟我們前面的量能 其實已經相匹配了 它已經達到了我們之前所說的標準 所以我們此處 它所放出來的量能 它是可信的 是可靠的 好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 其實我們之前 走的這一波日線的空頭 它走的是相當不順暢 那我認為有很大一部分的原因是 它的量能並沒有爆出來 空頭的量能就一直比較持平 它並沒有壓倒性的這種優勢 不過我們現在呢 你可以看到 我們日線上 多頭的量能 是已經很明確的勝出了 好 那我們當前啊 比特幣漲到這個位置 我們下一個阻力在什麼地方呢 我們之前都有一些互換 前面都有參考點可以參考 但我們現在已經 把整個區間都給突破了 甚至我們幾乎就摸到了前高 離前高只剩下250美金 那我們來看喔 其實我們前高的這個阻力呢 其實還是沒有增幅的 OK 這個阻力喔 我不認為在3萬億 我會認為大概在3萬0500 你可以看 在3萬0500的這個地方 它是接觸了 並且呢 縮量 然後插了幾根針 測試過後 你可以看到 在上漲的過程喔 爆量 然後呢 測試最頂部的時候呢 它是縮的 然後之後 下來的時候它又爆量 所以我們在這裡 縮量的這個地方呢 我才認為它是最關鍵阻力的位置 而不是3萬億 3萬億它只是一根針而已 它並沒有很實際的這種阻力喔 其實這個例子呢 就非常像我們之前 在周線所看到的這個例子 像我們在前面喔 比如說OK 我們之前走的這個弧形頂 我們在周線上看 它幾乎就是走出了一個平台 那麼我們的阻力在什麼地方呢 其實就在這個K線 密集接觸的位置 並不是我們在最高點6萬5 而是在這個密集接觸的地方 它才是真正有實際意義的阻力 因為你可以看到 我們在這裡趴著運行 然後 量能也開始縮了 然後呢 我們這個6萬左右的阻力 其實到我們後面這個地方的時候 它就發揮它的效力了 怎麼說呢 好 我們來把它仔細拆分好了 我們先到日線來看喔 我們可以發現 其實我們當時 就以6萬為儲和焊介 我們當時上漲的時候呢 這整個震盪的區間 它都在6萬上方運行 直到我們跌破過後呢 我們6萬又重新測試了很多次 但是呢 都難以再回去 那隨後就展開暴跌 所以 我們可以觀察 是6萬5有效 還是6萬有效呢 肯定是6萬有效 OK 那我們 就用一樣的方法 然後來對應到我們當前 所處的排面位置 所以 其實我們在上方的阻力 大概是30500的地方 它是比較有效的阻力 那我們現在正受到這個阻力的影響 好 我們等一下還會再切小一個級別 不過呢 我們再來看一下 在上面一點的阻力 其實我們都說是3萬嘛 但是呢 它其實是一個區間的 它其實是一個區間的 我們來畫出兩個點位 其實我們已經突破了幾乎前面的所有的互換 那我們就要往更前面的行情去找 哪邊會遇到比較明顯的阻力呢 那28500的這個地方 其實我們前期也可以驗證它的有效性 那如果再往上的話呢 就要到32000這個地方 那28500的這個位置 如果我們拉到這裡的話 拉到當前的盤面 我們可以發現呢 它確實它就存在的阻力 它還是有原本互換的效果 雖然說它是沒有近期的這麼強 好 那我們再把這個32000的這個阻力呢 好 我們再把它拉到前面來 你可以發現它是一樣有效的 所以其實我們在32000這個地方呢 它其實已經扮演重要的阻力 非常多次了 你可以看到我們在這裡插針插針 但是它都沒有實體收在下方 然後我們在這裡走了一個假的跌破 有出現很明顯的互換 所以我會認為我們接下來 比較重要的阻力 大概就在32000這個地方 那我們短期呢 比較小一點級別的 大概在30500 好 那我們再把級別再切小一些 我們再切到4小時 其實昨天它收了一根比較長的上影線 但是這根上影線 它是沒有改變我們整個趨勢的 這根上影線其實在昨天回調最深的時候 有走到1000多美金 這也不是一個小的幅度了 但是其實收針啊 並不代表我們這段趨勢就被結束 絕對不這樣代表的 因為我們隨便就可以找到 即時在上漲的過程當中 收了針 像我們在這個位置 它收了針 不過呢 我們收了針之後 只是一個中繼調整 後續又繼續上漲 所以我們在這個地方 它收了針 它其實並不代表我們趨勢的結束 它只是代表說 在這個地方我們必須觀察一下 重點就是 它後續的陰線量能也沒有放大 那我們很明顯的可以發現 其實後面的幾根陰線 它都是比較短小的 然後量能也沒有放大 所以我會認為 我們昨天的這個插針 它是並不影響 它或許只是個短暫的停留 但是並不影響我們目前整波的上漲 好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以太坊吧 那以太坊相比比特幣呢就弱很多了 我們現在以太坊也是走到了一個互換 確實我們在前面在這幾個地方呢 都可以很明確的看出它的效果 那麼如果要選擇做多的話 我們現在再走多頭 其實我們日線啊 4小時1小時 全部都走多頭無疑 我們均線一開就可以清楚了 走多頭沒問題 日線也轉多了 日線如果我們看均線的話 它其實也轉多了 等一下喔 對 沒錯 它也轉多了 而且它乖離的情況還是比較嚴重的 那我們來看以太坊好了 以太坊呢 它就走得很弱了 怎麼說呢 我們可以用相比較的方式 以太坊 我們這段上漲行情的前高在什麼地方呢 在這裡 在這個位置 那我們現在才在這裡 喔 比特幣它已經走到前高的位置了 你可以看 我們把這個均線一樣關掉 前高的位置 比特幣它已經走到這裡了 走到前高了 但是以太坊呢 以太坊沒有 它離前高還有很大一段的差距 那麼這就可以很明確的表明 以太坊在我們目前的行情當中呢 它是相對於比特幣來說更弱實的 所以我們要做多的時候呢 應該要優先考慮比特幣 好 非常感謝各位 非常歡迎各位可以幫我的影片 點讚 訂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 就是對我最大的支持 請示範一下 您可以準備好嗎 Eles請問一下 您請便宜 請進來